澎湖地區下起了大雷雨 而受到雷雨的影響 馬公機場有十五個航班 受到影響一千五百多人 這旅客的行程也受到影響 滂沱大雷雨襲擊澎湖 白天瞬間晚如黑夜 雨下個不停光 馬公市一個小時雨量 就高達六十三毫米 水利署也緊急對澎湖發布 一擊淹水警戒 由於來得太突然 許多民眾都相當錯愕 不僅當地民眾困擾 就連航班也受到嚴重影響 不僅如此 更有班機 原本都已經抵達澎湖機場 再因大雷雨影響 導致班機無法降落 持續在空中盤升將近半個小時 直到油料不足 被迫折返回台南降落加油 根據瞭解從五號走上七點四十三分到八點三十三分 澎湖機場因為受到大雷雨影響造成班機延誤取消 共有十五班航班受到影響 一班航班取消 總計有一千五百一十位旅客受到影響 截至到五號早上八點三十三分解除雷雨警報 地勤恢復正常作業 目前航班都正常起降 而航班取消的狀況 也有加開班機來輸運旅客 這幾天剛好是澎湖花火節開幕 不少遊客前往旅遊 只是因為大雷雨影響 班機延誤好心情恐怕也會受到嚴重影響 記得這種報導